时间8点45分 在台北股市开盘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台指期 早盘的时候 现在是小跌了41点 来到了17,221点 那么这个消息的部分呢 德国政府跟美国晶片大厂 Intel 19号敲定了协议 Intel要投资330亿的美金 在德国设立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施 而柏林当局据了解 要提供109亿美元的补贴 因此呢 这个投资案也划下了据点 也是Intel四天来第三件大型的投资案